无常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实 但是当无常到来时 我们还是会感到痛苦 佛法基本不变的原则是三法应 也就是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极净 不要白白来世界一趟 多做一些事情 你有德就有身 德是道德的德 义音就是得道的德 你就有身 为什么 我们每一天都在身 身了到最后还是会死 没有错 可是死了还是在身 那你身了怎么样 很有意义 我还不会白白来世界一趟 所以阴眼和合莫昏北 是非常的重要 每一人怎么样 心胸要很大 要讲好话 要做好心 要做好事 所以说 懂得去把宇宙间 所有一切身边 都把那些善调去善用 所以 我们现在树林中心这边呢 还是也有收了一些的 身心障碍的宴童 那从18岁到45岁 甚至 已经快成立了老人院了啦 但是呢 我们还是不会去 抛弃他们 还是要把他动作 是自己的亲人 三法印 就像是顶的三角 缺一不可 因为无常 所以无我 任何现象都在不断变化 尤其是身体的物质现象和生理现象 以心理现象为例 刚才跟现在的想法不一样 昨天跟今天的想法也不同 我 只是一个观念 这个观念经常在变 既然没有固定的我 便是无我 诸法无常是个现象 诸法无我是个事实 从现象了解事实后 就是实际空性 既然体会到自信是空 就得解脱 就是涅槃 时邦新闻记者 来于荣台北采访报道